说一个正常人欠了六个亿债以后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 这六个亿的债务除了对别人 对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因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我突然又变得像年轻时候一样 不要给自己立志打气 所以我买了很多立志的书在家看 要把精气神提起来 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 对我有特别大的振奋的作用 这句话说如果你欠银行100块 那是你的烦恼 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我一想我六个亿 干翻六个银行了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于是呢一口气就提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治愈 稍事休整之后 就启动了我正式的还债生涯 想不到这件事带来的债务 未来可能会让一个东莞的工人 过年回家的时候都里面有钱 这件事是你没有经历过 你是想不到 我们欠了对方债 他们发不出工资 然后年终税委的时候 要他们就是欠薪 让他们先回去过了年再回来 然后这孩子就写了一个文章 说他们那儿有多少多少人 没拿到这份工资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他看到媒体写了 对我理解和同情的文章 很无奈 他说你看 人家是个名人 干黄了欠了赞 还有人同情 他说我们是被欠债的 结果都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那个看了是非常揪心的 这个是最刺痛的 特别刺激 特别刺激 我现在呢成了一个老奈 是有我要还债 所以脱口秀如果在那个时期 是我最好的还债手段 那我也不介意去做脱口秀 成年人啊 不管不过的埋头赚钱 一门心事赚钱 这就是一个成年人最大的成熟和体面 给那些有钱的财主大款们 家里这个做婚商嫁娶啊 结婚啊 葬礼啊什么的 去做主持人也能赚很多钱 那这个我也可以考虑 但我没有关掉这家公司 我承担了全部的债务 继续创业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还掉了一半以上的债 而且看起来很快 就可以把剩下的债务还完 重新振兴这个品牌 继续追寻我的科技创业理想 借着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呢 也想给我的债主朋友们说一句 无论是已经还了的债主 还是等着要还的债主 我都跟你们道一个歉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非常非常抱歉